大家好,我是尹默 今天我们要来说的是中国女排近期的消息 在昨晚的比赛中 我们中国女排击败巴西队 取得胜利的那一瞬间 我们也是看到了在场的球员以及球迷们都非常的激动 并且主教练蔡斌也是满脸笑容 这只新的年轻球队也向外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在本场比赛中 我们球队在场上的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 首先就是李盈盈 虽然在这场比赛中 李盈盈的只拿到了16分 但是我们看到每当关键时刻 李盈盈每一次的进攻都非常的果断 可以说本场比赛的胜利 李盈盈也是发挥出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并且发现球员们在场上配合不顺畅的时候 李盈盈也是直接在防守的位置上打出了精彩的表现 也让球队在后期的士气大增 当然其他的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 这次比赛的胜利也是离不开整体队员的努力付出 而在场外 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位幕后功臣 就是在场外观赛的赖亚文 在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赖亚文在场上和球员们一同庆祝这一时刻 那么为什么说要给赖亚文继一功呢 因为就在球迷们看到在外场的赖亚文时 就感觉本场比赛我们中国女排获胜的几率也会大大提升 毕竟赖亚文的执教水平肯定比赛兵更加了解这一只年轻的球员 并且在此前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球迷都认为赖亚文是能够接替 比赛进行思考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